早安晚安 来关心天气状况了 来看到这个是高雄站二裤傍晚的样子 夕阳西下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的温暖 好天气会维持到明天的白天 明天晚上开始封面通过 紧接着还有下个星期的重头戏 就是寒流 要来报道了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全台最高温跟最低温 最低温在金门9.3度 高雄月眉30.4度 那水期的部分呢 这几天也是偏干的 没有什么下雨 在今天晚上来说 整个水气的部分 雨区暴徒来看到 整个东半部地区呢 才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明天一整天呢 水气呢 也是集中在迎风面的地方 但是水气基本上不多 详细的温度变化很重要 我们赶快来看 北部地区明天高温还有25度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 这样子的曲线图呢 一路的往下掉 好多人说 这个是雪崩式的下滑啊 确实没错 因为呢下礼拜二跟礼拜三 虽然是呢接下来寒流 影响最为明显的 那这一波的寒流 也被说是 是入冬以来最有感的一波 很多人都会拿来 跟霸王级寒流比 其实没有霸王级寒流 这么的冷 但是要注意了 其实北东地区 礼拜二礼拜三 低温也会下滩到 7到8度 空旷地区甚至有6度 这样子的极端低温 那东半部地区 明天高温25 26度左右 但一样下礼拜二 礼拜三是最冷的 中南部地区 所以这一波寒流也是有感 明后两天都还是好天气 甚至周末以前 都可以好好把握 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也是会冷到 低温只剩9到10度 所以几个懒人包呢 提醒了 明天白天还是好天气 但要做好防寒的工作 那这一波的寒流 下周报道是又湿又冷的 感受会相对的 比较难受一点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